在疫情冲击下不少弱势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台北松江福人社长期关注花莲的弱势族群 透过持修基善协会访试之后 募集了爱心物资 捐赠给花莲的弱势家庭一截燃眉之急 去年开始到今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造成的经济问题冲击到不少家庭 对于弱势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台北松江福人社长期关注花莲的弱势族群 透过持修基善协会从家户关怀访试过程之后 募集爱心食物包给需求的家庭 希望可以让弱势的家庭度过难关 今年也很容器跟持修基善协会合作关怀花莲弱势团体 今年除了做修赛以外也捐赠物资 因为在疫情冲击之下也产生了很多弱势家庭的情况 今年也是合作的第十年 现在疫情虽然趋缓而时序也进入冬天 弱势团体更需要大家的关注及协助 台北松江福人社及持修基善协会 希望借此可以抛砖引玉 呼吁爱心动起来 记者综合报道